和台中市副市長王俞銘 一起出席野餐日的宣傳活動 一人又盛原本是第二屆 台中野餐日的代言人 但現在被爆出涉嫌 對多名女員工性騷擾 市府立刻宣布撤換代言人 民眾都覺得應該取消 上午市長盧秀燕受訪時也強調 當時會找右慎 是因為想要找一個符合野餐日 陽光健康愛家庭形象的代言人 但現在右慎已經不符合資格 從最近發生的事情看起來 他已經不符合我們的形象要求 所以我們會要求廠商更換 更換他 換句話說非常不好意思 那他的代言人職務 那我們要把它撤換掉 因為我們這個活動一定要找到 符合陽光 健康 重視家庭 價值這樣的一個形象的人 至於誰會來接手宣傳野餐日 盧學院強調目前還在討論中 如果有合適的人選 一定會立刻對外公布 而新五年宏連輝 台中報導 我會想讓你出品一下 你出品一下